XD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香港機場 然後 今天呢 是2020年的1月11號 是什麼日子 沒錯 就是我們台灣的總統大選 那我前陣子呢 因為一些政見的問題 其實我本來9號就要回台灣了 但是因為政見出了一點問題 所以我就11號才回去 我跟你說我現在前面大概有 同時間有50個人同時走過 然後都在看我拍vlog 我這次回台灣大概總共就只有48個小時 所以算是一個快閃吧 雖然快閃蠻累的 但是我其實一直都是一個很政治冷感的人 但覺得不管支持誰 每一票都很重要 因為每一票都代表台灣的民族 哇好cringy啊 好啦現在我真的是受不了大家的注目禮了 我再過10分鐘就要登機了 那我們等會見吧 嗨 我現在已經回到家了 然後先可以看 姊姊我會幫你打馬賽克 我剛剛送了一件衣服給姊姊 你可以理我一下嗎 自己打馬賽克 很好看吧 我姊姊真的是model身材 是嗎 是嗎 好可以了 好的 我剛剛回到家然後稍微get ready了一下 因為我今天5點半就出門了 所以我整個人就是 還沒醒 對反正我現在醒了 這個是我們這次選舉的叫什麼 選舉公報 然後裡面就是有候選人的資料啊 跟注意事項 這是我們選舉通知單 然後 請原諒我把東西先遮住 對 還有我的印章 然後 就算你沒有選舉通知單也沒有印章也沒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有的就是這一張 你知道我剛剛在飛機上面還特地起來確認 就是我有帶回來 就是 就是我們的身份證一定要有這個就可以去投票了 對 好然後 我現在時間是10點20分 我決定要再認真看過一次選舉公報 之後我就要去投票了 然後等一下投票裡面因為不能拍攝嘛 就是 倒了 所以我們就投票完見吧 媽 我要怎麼去投票了 你要去投票嗎 那一定要的啊 你會想跟現在的年輕人講什麼 仔細思考 嗯 好了 那我們去投票囉 OK 加油 台灣加油 不要說加油啊 台灣加油 姐姐你快點過來 那你要跟我們一起台灣加油 然後你就會講 加油 快點 喔 做這麼蠢的問題 再一次 阿B快點 1 2 3 台灣加油 加油 好笑 投完票了 這次回來台灣最大的目的已經完成了 那我接下來要幹嘛呢 今天的話 我影片比較急需要剪 所以我今天應該主教就是剪輯 然後跟家人吃飯等等 我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有坐長途飛機 還是睡姿坐姿不良 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的肩膀 這邊啊 真的硬的跟石頭一樣 而且 是不是那種一般你用酸痛貼布貼完就會好的那種 是 真的緊到一個 會有點不舒服 對所以 今天晚上應該會想要去massage 對 好那 大概是這樣子 我已經set好我等一下要剪片的場所了 Peace 需要全英文的環境 那 像在香港 我 很 我的頻道 啊 我 我 不想要去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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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像我 就像我 就像我 就像你 Oh my god Oh my god 嗨 準備要開始開票了 然後我現在做一個好女兒 幫爸爸剝橘子 洪池又會落選啊 高嘉義跟李秀苑也有拚喔 他高嘉義贏 爸爸給你 真的是 爸爸給你 我另外一個放這喔你自己小心 齁 好的 今天晚上開票已經開得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晚上訂了披薩 我們點了打美樂一個 BBQ雞肉披薩跟一個 就是這樣子的拼盤 哒哒哒哒哒哒哒 還有of course可樂 耶 可以點那個 有知心的 很不錯 Oh my god 好 好 Good morning 現在來去早餐 在台灣要吃什麼 就是要吃早餐店的早餐 我剛剛去早餐店買了一個 培根蛋餅 還有一個溫奶茶 我好像是昨天把跟家人吃飯 然後我姐提到說就是關於環保啊什麼的 然後因為我姐是很注重這個議題的 其實大家買杯套或者是買環保吸管都很好 那都是環保的一部分 但他說如果可以自備杯子或是咖啡杯會更好 因為我們喝過的紙杯其實不太能夠回收再使用 欸如果我錯了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糾正我 但總之如果可以自己準備杯子 呃就是少一個紙杯 少一個塑膠杯的利用都好 所以我今天就來實行第一次 這個就是傳說中喝了會 清肚子的奶茶 對 因為我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1974 我就是我媽在唱這首歌 嗨 嗨 現在我們在同學家 然後我們準備要來拍一支影片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有點不知道這個會在這支影片前還是後 但這是柏林 他是我的高中同學 然後我最近有分享過他的作品 我會把那個MV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好那我們準備開始拍攝囉 我們現在準備要來上個瑜伽課 我已經換好了 瑜伽的Outfit 我跟你講舞者上瑜伽課其實是蠻好的 因為他可以修你的心 修心也是修身 我會聽到這首歌 嘗試看 她如果請給我拆了她的手 她在說我的手 试试 我一样自己 他会让他打开 脚腿都没关系 左脚跟吞 左手往山拉起 一 三 拉墙之后 可以的话 用手指放外侧 拿钻或放内侧都没关系 吸气右手指向右 一 四 三 二 一 二 二 哇 我们今天真的是高中同学会来的 真的是晚宁 我下次要找你拍一片 拜拜 拜拜 优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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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太习惯这样子 就导致我后面这边有一块很明显就是爽出来的 我先给大家看我今天跟我姐去购物买的东西 那这个是因为我一月底的时候有一个活动感觉好像会蛮正式的 应该就是有种semi formal的感觉 所以我就刚出去购物了一下 首先是这一件 Massimo Dutti 这个牌子 有一个flowy的长裙 那我觉得它的质感算蛮不错的 然后再来 再来我在Zara买了一件这个Razer 我妈 好我从我妈妈身上学到 我刚问她说有没有 我刚问我妈说 有没有带子可以给我装鞋子 就 我妈就是拿了这个东西 我就说 天哪 这是专门装鞋子的吗 我妈说不是 它是浴帽 嗯 你就是从哪个什么生活智慧往上面学到 第二件是这个Zara的Blazer 其实我一般来说 会避免买这种西装类的衣服 因为 他们这边都会有垫肩做的比较高 那我本身肩膀就已经比较宽比较壮了 所以 通常会就是 避免 但 最近 发现好像 穿西装外套是 还蛮帅的 也是呢 把一些 平常上班会穿的衣服 把它带回去 我前阵子把它都带回来了 上次影片有人问我说 诶我平常衣服都在哪里买的 其实 我本身不是一个 嗯 很会挑衣服的人吧 看到有人会喜欢我的穿搭 其实我个人蛮惊讶的 因为 呃 如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其实 我平常真的就是 sweatshirt 然后 牛仔裤 然后一双平底鞋 就这样 好吧 那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支影片可能会比较短一点 然后 呃 比较没有太多重点 因为其实我回到家 基本上就是 摊在 这张沙发上面 然后剪片啊 然后跟朋友出去玩 这样 今天我跟我的高中同学柏林 拍了一支影片 就还蛮期待 之后可以给大家看 呃 是我自己一直很想要做的一个企划 所以很开心 今天有机会可以把它做出来 另外呢 这支影片就是回家投票的vlog嘛 所以当然也要讲一下 呃 关于这次投票的一些感想 我觉得这一次的投票 意义蛮重大的 因为这次的选举 其实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因素跟事情 可能因为去年香港事件 或者是 呃 你知道候选人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都激起很多年轻人对于政治的重视 其实也包含我 呃 我可能讲过很多遍了 但其实我本身是一个非常政治冷感的人 因为我觉得政治对我来说都一样 一下纯粹个人政治观点 大家呃 不要吵架 OK 我其实个人觉得 不管选了谁 台湾都不会有他们讲的那样子好 那 我们只能选择一个 我们 比较愿意相信的人 或是我们比较 嗯 希望去相信的人 台湾是我的家 所以我当然也希望 台湾可以越来越好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就是这次呢 台湾的总统就是 蔡英文总统又连任了 所以希望小英总统可以继续加油 然后不要辜负他得了多少票 八百多万人民的一些声音 这样 明天就要离开家了 突然有一种觉得很累的感觉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我刚回家说 在找我的 之前在OLENS买的阴性眼镜 是我在BLOCK FRIDAY的时候买的 然后结果我妈就说 她以为那是垃圾 结果她把它全部丢掉了 等于我接下来大概半年的隐形眼镜 全部被丢掉了 唉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啦 虽然有点短 有点无聊 不过没关系 你们还是看到最后了 给自己一个赞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 但是后来 但是因为 但是现在就 但就搞定了 你要头 一定要在头边吗 大家会这样 这个是我们这次选举的 这是我们这次选举的 这是我们这次选举的 叫做 好